欢迎收听《卢岳刚著赵紫阳传》 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下卷 第五部 总理国家 激情与理性 1980-1987 第二十章 胡赵列系 第一节 胡 披臣 都赵 1981年底 赵开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 赵代表国务院做政府工作报告 这是赵担任总理后 第一次在全国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 1981年 也是65第一年 新八字方针提出第三年 实施的第二年 很较劲的一年 进京将近两年 赵小友斩获 赵在报告中说 1981年 财政赤字从1979年的一百七十亿元 1980年的一百二十七亿 预计降低到了今年的二十七亿元 在很短的时间内 财政收支从有很大的赤字达到基本平衡 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财政收支部分 做到了基本平衡 是照生财 聚财 用财的理财之道的结果 其方法是 通过改革挖钱 节约 增产 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即所谓的搞活 信财平衡部分相对好办 采取坚决措施 下决心集中全力一刀下去 砍掉了三百亿的基本建设投资 速度压下来三至四个百分点 通货膨胀有所缓解 增长速度4%略弱 赵会顾及邓小平 陈云的态度 但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从长远纪 赵在年初的全国计划会议上 留了后手 没有实行陈云的一毛不拔 而是根据长短线产品的 急迫需要和未来发展 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日用消费品 能源 交通等领域 追加了80亿的投资 赵在一个内部讲话中 预测到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中 本事较大的一个 经过几年的时间 调整好了 能够出现一段高速度 从长远来讲 中国会有一个经济振兴的时期 正是有了这个战略眼光 赵在把握着调整与改革 存量与增量的分寸感 存量部分砍掉相对容易 增量增收部分很难 也就是花钱容易 挣钱难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集权 谁都有搞死的本事 搞活却一筹莫展 赵的策略是有退有进 有舍有取 有所不为有所为 该退的退购 该进的不失时机进取 赵总理国家经济这盘棋 有集中与分散 统一与搞活 宏观与微观三个观察点 三者之间有着怎么拿捏分寸的辩证关系 赵在调整期间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微观经济搞活 宏观经济要集中统一的思想 赵特别向纪委体系的干部和各省 市自治区主管计划工作的领导发出信号 说我们既要看到微观经济搞活 宏观经济调整 有相互促进的一面 也要看到有相互矛盾的一面 现在看来 如果不创造条件在宏观经济上进行改革 只强调微观经济搞活 那么矛盾就很大 因为目前处于调整时期 宏观上不能搞大的改革 这对微观经济不能说不是一个制约 微观经济搞活 不能够超过调整的要求 不能够脱离了宏观经济 脱离全局 只讲企业搞活 由于体制价格和经济结构等不合理 经济杠杆作用和经济立法跟不上 这就是微观经济搞活的步子 不能卖得太快太大 不能够放弃中央集中统一 这个基本方面 既要也要 纪委的人当然知道 赵说的这是什么意思 宏观经济 全局 这里指的是计划经济体系 赵的信号 重点是在矛盾 暗示计划经济体制将是未来改革的目标 赵一方面要坚决贯彻八字方针 强调集中 遏制投资饥饿症蔓延 把速度降下来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另一方面要保护和巩固前几年微观搞活的改革成果 继续探索改革的路径方法 保持宏观将死 微观搞活 不能全部搞死的局面 实现这个想法 严格讲 陈云这里没有障碍 陈云具备起码的数目自管理经济理性 而且不反对甚至赞同经济体制改革 他作为计划经济主要奠基者 笃信者 并不反对未观搞活 陈云在五十年代就有大计划小自由的思想 到八十年代由鸟龙经济的形象表达 所谓鸟龙就是在计划经济人为编制的制度空间内 有一定的市场调节的自由 那么自由的尺度在哪里 个人的好物占多大比例 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是否能够达到恰当的界限 无论是陈云炫耀的三大战役 还是六十年代出八字方针的调整 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和暴力做后盾 以牺牲数亿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否则不可能实施 因此从改革和现代国家的视野看 基本上是防止最坏的负面经验 胡耀邦是坚定的市场经济改革派 对计划经济深恶痛绝 甚至对陈云的最得意的医务计划也是否定的 1982年5月 胡耀邦在起草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时发表谈话 说前年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 前十年搞得慢一点 后十年搞得快一点 我提出不要把难题留给后人 意思是这十年我们当家 后十年谁晓得谁当家 四话开始起飞 此其实已 冒进绝不要 但总是老一套打不开局面 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好很多 但是有苗头又说效益不好了 效益不好可以打个招呼嘛 但是不要用效益压指标 借着效益来收缩 我不赞成现在做计划的方法 15年来 我们纪委没有摆脱三个方法 一是一五的方法 按照一五六项为中心来搞计划 35至78年 不管是小纪委大纪委 都是找个东西带头 以钢为钢 以梁为钢 先竖一个标兵 其他的按比例做计划 现在又变成多少钱办多少事 现在六五计划是个方法 前年是这个方法 去年是这个方法 现在还是这个方法 前年我就不同意这个方法 这是演绎法 演绎的方法不把其他因素估算进去 不加变动的因素计划搞不好 此前胡还特别的敲打 包括陈云在内的一五怀旧情绪 说不赞成把那个时期说的完美无缺 尽善尽美 否则就有意无意的回到那个时期 那时也有缺点 一切照抄 胡的谈话是公开批评 全面否定 既否定一五到五五 也否定刚刚起步的六五计划指导思想 和陈 赵等对宏观经济严重失调 甚至进入危机状况的判断 强调经济效益 效率有限的调整与改革措施 关于一五经济学家老纪委的副主任 时任国家纪委顾问的薛木桥 也支援胡耀邦的结论 薛说我国比利失调由来已久 不是最近几年产生的 一五时期就埋下了比利失调的萌芽 一开始就搞重工业 没有给农业应有的重视 工业发展快了 城市人口多了 就挤农业 供应紧张 就采取征购 统购 派购 定量供应 计划分配 统购 包销 这些行政手段来解决 把比利失调掩盖起来 结果越是比利失调 就越加强统治 越统治 比利失调就越发展 二十年来 经济上的路子不是越走越宽 而是越走越窄 赵也有类似的言论 从高层政治的角度看 胡的批评也不算错 问题不在于对错 而在于胡公开了 1980年开始 中央决策层 关于二十年规划 六五计划指导思想的重大分歧 也就是推翻了前十年慢些 后十年快些 有多少钱 办多少事的党内基本共识 历史的陈云 现实的陈云都批了 顺带批了赵 因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上 以及压缩基建 放慢速度的问题上 六五保四真五 赵与陈一致 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这里 这说明 赵刚进国务院 府院之争就开始了 首先是指导思想和方法之争 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方法 进行六五规划 和贯彻新八子方针 1980年5月5日 胡耀邦总书记上任后的第一次 就经济问题发表的长篇谈话 胡耀邦的谈话 针对性极强 多有惊人之语 关于计划的科学性问题 胡耀邦说 讲一点我对长远规划的心情 总的来说 我的心情有些矛盾 还未完全解脱 一方面感到要制定 不定不好 走一步干一步 干一年算一年 不是办法 说的不好听 是爬行 不能够振奋人心 没有理想 工作中可能出现杂乱无章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党的几十年计划最好的是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第二年就提出了五年左右 打败蒋介石 一个旅一个旅做计划 科学性好 胡耀邦的经济建设思想方法来自毛 关于计划的性质 胡的讲话一开始就引用了毛的论持久战 说第一个五年计划 蒋计划就是法律 毛主席不赞成 又要计划性又要灵活性 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讲得很清楚 毛反对计划 鄙视计划 骨子里是搞乌托邦的随心所欲 与科学的计划指导思想 数目自管理无关 陈云等技术官僚学习苏联 虽然只是皮毛 并且僵化 但是皮毛高明 至少不乱来 关于基本建设 胡耀邦说 所谓基本建设究竟浪费多少 鸡尾奖浪费一千亿 农业浪费更大 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究竟历史上的问题由何而来 有人说是高指标 我不赞成 那是放空炮 浪费一千亿啊 这个说法既遭到了赵和姚依林的反对 赵说 高指标是经济工作 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要标志 后果是造成巨大浪费 姚说 高指标危害性不可低估 胡耀邦说 我主张取消基本建设 同取消以阶级斗争为刚一样重要 这个说法遭到了万里的质疑 取消基本建设的提法 那用什么代替 关于当前经济领域的问题 胡和赵的判断也完全不同 胡耀邦说 现在还要继续清算左的东西 这是坚定不移的 但各行各业有没有右的东西 去年理论务虚会上 小平同志就提出了 比如政治上不要四个坚持 就是右的东西 四个现代化遥遥无期 干不成 这不也是右的东西吗 理论界逼我们写一篇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对四话没有信心 这还是左的东西 经济战线上左的东西还有 左的思想左的政策 但我觉得右的思想集中表现为不相信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这个很值得注意 我不赞成搞反右斗争 在思想方法上 既不要左也不要右 党内作为领导方法要注意这个问题 赵反对这个说法 但比较违反 赵说 总的讲得很好 最后一个问题 怎么讲好要考虑 现在搞的一套东西 有些人还有顾虑 讲不好 好像中央又在防右 今天主要的是主观主义 不实事求是 现在这一套 说你是修正主义的人很多 要看到在经济思想上 左的东西非一日之寒 再加上党内不从实际出发 姚插话说 我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 我们讲的一些 还是在党内少数人范围内酝酿的 好多人可能认为是异端 你讲的我理解 对四话要有信心 这很对 我看叫振作精神比较好 但是指标不一定搞那么高 多少年的经验 高指标不一定完成的好 指标低可能完成好一些 姚插话说 指标高 他就为指标而奋斗 真正实事求是 要做更多的东西 姚插话说 你不把左的东西克服下去 经济工作搞不上去 要搞下去的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 胡的讲话显然缺乏深思熟虑 在他主持的非常重要的书记处会议上 关于宏观经济问题 第一次以总书记的身份发言 就冒板了 赵 万 瑶都不同意他的观点 这不是好赵头 邓刚刚搭建的邓 胡 赵体质 这个体质是否牢固有效 取决于赵和胡在大政方针上的默契合作 胡是热的 赵是冷的 经济领域关于速度问题 胡要反右 赵要反左 陈云三番五次地强调 经济领域反左 就是针对热 在这一点上 赵与陈一致 胡强调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一些人对私话没有信心 赵则认为当下的危险是主观主义 不实事求是 胡有诗人的气质 激情澎湃 赵则向一个经营务实的大管家 亮入为初 胡经济建设理想的科学范本 是毛式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有目标 有激励 一个缕 一个缕 痛快淋漓地消灭敌人 赵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努力 就是要结束中共执政后 用战争或者临战状态来搞经济 进行社会动员和思想方法 恢复社会常态 建立经济理性 反对高指标 用经济效益 利益最大化的思维 投入产出 成本收益分析的全新方法 来思考中国宏观 微观经济问题 并且指导以市场经济 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 关于经济发展指导方针 方法发生重大的分歧 1982年的5月5日 5月7日 胡耀邦就政治报告经济部分写法 发表谈话说 六五计划前年是这个方法 去年是这个方法 现在还是这个方法 前年我就不同意这个方法 这是演绎法 演绎的方法 不把其他因素估算进去 不加变动的因素 计划搞不好 王炳前是个好同志 每年讲有赤字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 一年两年三年吓唬我们可以 吓得第四年就不行了 这几年财政部吓唬我们太厉害了 储蓄有利有弊 现在要转到适当的刺激消费 鼓励消费 就能发展工业 薄利多销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连司马迁也懂得这个道理 这些东西讲了几年讲不通 烟酒拼命的涨价 现在茅台酒销不出去 活该 现在又想提什么价 去年我就说 不要单从消费者身上打主意 要从生产者 生产管理者身上想办法 没有主意 老是想提价 对自己的部下要求不严 对农民工人要求很严 这是一种什么思想 邓丽群有一段回忆 说及胡耀邦与他讨论经济问题 邓丽群说 耀邦同志很热心搞经济 而且想搞得高一点 快一点 因此 他就要批评 妨碍他搞多 搞快 搞大的一些思想和主张 他有一次和我交换意见 他说在计划工作里的综合部门 有一种观点必须批判 即消极的平衡论 应该主张积极平衡论 我听到这个意见后就和他讲 你这个意见不是新意见 实际上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 就和陈云同志争论过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陈云是消极的平衡论 毛主席自己主张积极平衡论 胡听到这个话后 嗷了一声 很惊讶 他不知道这个事 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不仅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一些共识 措施都否了 也把中常委政治局的一些重要决定 和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十大建设方针 基本精神否乐 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5月27日 姚依林宋平 联名给邓并报胡赵李晨写信 认为胡的一系列讲话 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 有些意见与中央的方针不那么一致 同实际情况不那么符合 使我们在工作中感到很难办 信分四个方面 反驳了胡耀邦的意见 第一 要帮同志不同意 二十年分两个阶段 不同意前十年搞得慢一点 后十年搞快一点 说不要把难题留给后人 他也不同意说 近期经济的发展 受交通能源的制约 认为把六五速度定为4% 争取5% 使精神状态不振 思想方法不对 对经济发展前途缺乏信心 姚颂说 要帮同志的上市说法 我们不能同意 第二 要帮同志多次提出 要采取刺激消费的办法 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不同意适当限制消费 不同意提倡储蓄 批评理论界和搞实际工作的 没有搞清楚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这个主张与陈云同志之前两次讲到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 吃光用光 国家没有希望 不相符 而把消费放到生产前头 片面地强调消费可以促进生产 看来是不妥当的 第三 要帮同志多次指责搞综合平衡 就是按照老框框办事 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 他认为一搞平衡 就这也上不去 那也上不去 他主张做计划不能有多少钱 办多少事 不要计算物资和财力的可能 定个大目标就可以了 这个说法不要综合平衡 量力而行的原则 必然搞高指标 瞎指挥 第四 要帮同志很强调 发挥各部门 各地方 各单位 以至于每个人的积极性 多次反对 什么都捅得死死的 主张采取统一领导 分散管理的办法 胡耀邦的主张有一定道理 但是 谣送质疑 问题在于 分散的尺度在哪里 第一点是关于二十年和六五规划 指导思想的速度之争 第二点是指责胡反对陈云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的综合平衡思想 混淆生产和消费的因果关系 第三点是关于规划制定的方法和可能的后果 指出胡的方法和指导思想是左的 必然会引起高指标瞎指挥 实际上说胡搞高指标是瞎指挥 第四点是分权还是极权的冲突 笼统讲 宋 谣赞成极权 胡主张分权 当然 分权和极权不是简单的管理问题 赵不仅被夹在了中间 而且被当作了靶子 对于分级 赵回忆说 我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 关于经济工作的十大方针 到十二大前要帮组织挤草的报告 却搞了另外一套方针 因为不切实际 首先引起了胡乔木 姚依林的非议和反对 胡乔木提出十二大的报告 应该在十一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 修改 补充 提高 这样一来 十二大的挤草报告就搞不下去了 胡乔木和姚依林就反映到了邓那里 邓提出 经济工作按照赵紫阳的意见来写 因此胡耀邦有气 以后耀邦就撇开国务院 以书记处的名义 直接向各部委和省市听汇报定指标 如在云南 河北保定市 定了发展指标后 这些地方还是向国务院要钱要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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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